口气爱好者严新云很擅长模仿鸟类的叫声。 有一次,他为了模仿画眉的声音,找来一只家养的画眉队列。 谁知画眉听到他的声音,竟然叫上了劲,一直跟他对叫个不停。 等过了一个多小时,画眉终于停了下来。 严新云好奇上去查看才发现,这脾气执拗的小画眉已被自个儿气死了。 其实,人一旦生了较劲之心,真不比这画眉聪明多少。 为了争议时输赢,想尽办法与他人做对抗,却搞得自己身心俱疲。 正如郭德纲所讲,人生就是那点事,跟谁较劲,都是跟自己较劲。 人的能量有限,不把心力浪费在无意义的逞强斗气上。 电视剧《小舍得忠》,田宇兰的经历真是让人看得五味杂陈。 田宇兰是随母亲改嫁到南丽父亲家的。 自那时起,她便把南丽这个姐姐当成了家乡敌。 上学时,她跟南丽比学成绩,恋爱时比男朋友,工作时又继续比职位和收入。 卯足了近比来比去,她觉得自己处处不如南丽。 直到结婚生子后,终于让田宇兰找到了一张至胜王牌,那就是比孩子。 她儿子原本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,但为了能彻底赢南丽一回,田宇兰拼命向孩子施压。 孩子不想当班干部,她非要逼孩子参加竞选被演讲稿。 孩子偶尔考试失利,她一气之下把孩子养的小动物全部扔掉。 在她妄自承蒙的压力下,开朗的孩子竟慢慢有了抑郁倾向。 而她自己呢,不仅因个性太过强势把家庭搞得一团糟, 还因为心理压力太大而极度精神崩溃。 人都有胜负欲,但把她用错了地方就会变成一场灾难。 总为了自个的那点不甘心,用赌气的方式与人死磕, 必然会伤敌八百,却自损一千。 身边也有这样一个好胜者同事。 前不久,她接到高中同学聚会的消息后, 咬牙刷了半个月的工资,买了一套战袍去赴宴。 可等她参加完聚会,从老家回来后,愣是失魂落魄了好一段日子。 原因是她发现,曾经有两个过去看着并不起眼的女同学, 现在过得都比她好。 一个当上了三甲医院的医生, 不仅工作稳定收入高,还备受同学尊敬。 一个嫁给了钱利谷老公,已经发家致富, 过着让人羡慕不已的富态生活。 她郁闷至极,想着自己一点也不比他们差, 凭什么如今竟混成了手下败将? 我也不知该怎么安慰她, 可说白了,这痛苦纯属就是心态不正所致。 正如有一句话所说, 让你苦不堪言的纠结焦虑, 其实都是自己在跟这个世界盲目较劲。 人如果凡事都想一脚高下, 很容易会把生活变成战场, 像个战斗机时刻处于紧绷备战的状态。 到头来,被无关紧要的人于是耗损了能量, 也把生活过成了一地鸡毛的模样。 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, 在众多的考生中, 有一个名字让人印象深刻。 他就是连续参加了16年高考, 被人习称为高考丁字户的唐上俊。 唐上俊小时候因为聪明好学, 常被大人夸赞是读清华北大的好苗子。 可惜的是, 他第一次参加高考却因发挥失常而名落孙山。 这次失败让他遭受到了很多冷嘲热讽, 也激发了他不服输的尽头。 你们看不起我, 说我不行, 我就一定要考上考入清华给你看看。 自那时起, 他便开启了漫长艰辛的复读之路。 这中间, 有几年他的成绩已经达到了重点本科线, 可他都选择了放弃, 坚持非清华不上。 谁料, 后来成绩却一年不如一年, 愣是把自己从一个斗志昂扬的少年, 熬成满脸失忆的中年人。 很多人之所以喜欢与人较劲, 是希望能借此证明我能行, 我不比你差。 但其实, 这恰恰是拖垮自己最快的方式。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, 你会陷入深不见底的自证陷阱而不自知。 别人随口评价你一句, 你就迫不及待地跳起来与之辩驳。 别人随便给你贴个标签, 你就心机如焚地拿出证据以示清白。 以为这样就能拿回主动权, 实际上反而被人彻底牵着鼻子走, 直指较劲成瘾, 内好成伤。 而一个活得理性成熟的人, 一定不会跟人盲目之气。 1999年时, 金庸被邀请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, 并授予他这一大博士生导师的资格。 消息一出, 却在当时的学术界引发了轩然大波。 不少人纷纷对此表示质疑, 觉得以金庸的水平在文学系里当个副教授都不够。 南大文学院院长董建更是公开表示反对, 指责金庸不过是武侠小说家, 当院长根本不合适。 面对如此攻击, 金庸反而表现得愈加谦逊淡然, 说学问不够是我一生的一大缺陷。 后来, 他选择辞去在这一大的职位, 前往英国剑桥大学, 攻读历史学和哲学。 经过五年的努力, 他成功拿到了历史学术士和哲学博士学位, 给了所有质疑者最有力的反击。 正所谓他强认他强, 清风拂山岗。 人生苦短, 与其处处较劲劳心好神, 落得疏人又疏阵的结局。 不如少费力, 多虚力, 把有限的能量花在好好滋养提升自我上, 才是王道。 国学大师南怀锦说过, 越是较劲的人命越不好。 确实如此, 人这辈子沾上了爱较劲的习气, 就会有吵不玩架, 烦不玩的事, 争不玩的礼。 掰扯到最后, 无论何种结局, 都会令你在负能量的泥潭中越险越深, 越活越累。 心宽似海才能百福借来。 余生想要过得轻松自在, 不妨从修炼着三点不较劲的智慧开始。 一, 不弃, 百病有弃生, 久欲一成疾。 为什么我们常会发现, 很多人每天注重吃补品, 养睡眠, 身体却还是每况愈下。 因为心里憋着的气, 总有一天会变成身体积下的病。 欲是忍不住着急上火的时候, 不妨提醒自己, 生活本就已经很累了, 再拿了一些无足轻重患的事, 影响自己的情绪和健康, 那就太傻了。 如果你是对的, 没必要生气, 如果你是错的, 你生谁的气? 凡事稍往心里去, 无论何时, 都能让自己心平气和不动目, 这才是真正的养生准则。 二, 不比, 人的烦恼都是比出来的, 并且这是一个无限恶性循环的状态, 从你心生攀比的那一刻起, 就注定了悲惨生活的开始。 正如东野归无所写, 你这么较劲会很累的, 人可不是为了受苦才活在世上的。 过日子不是打仗, 行走时间目的也不是为与任何人一进脚高下, 放下攀比的执念, 少研究别人, 多专注自身, 将焦虑化作自我经济的动力。 当你足够出色, 什么也不用比, 实力自然会听你说话。 三, 不争, 人的立场不同, 三观不同, 认知不同, 决定了很多问题, 是根本无法沟通与交流的。 非要执着于和别人讲道理, 便对错, 针尖对脉盲, 结局只会两败俱伤。 卡奈基有一句名言, 在争论中获胜的唯一方式, 就是避免争论。 与不同层次的人争执, 说的再多, 都是在徒劳消耗自己。 不争不理, 敬而远之, 才是保护自身能量最好方式。 愚者用言语辩驳, 知者以沉默回击。 只要少说几句话, 就能化冲突于无形, 还自己一个清静安宁的世界, 何乐而不为。 很认可小窗幽极中的一句话, 生命真正的悲剧, 源于自己内心的偏执。 很多痛苦看起来是别人带给你的, 实时上都是自己太想不开, 看不透, 放不下所知的。 生活是过给自己的, 你行不行, 真的没必要向任何人证明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,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, 你也不妨订阅, 分享, 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,